高端特种传新方面 绿色环保传新方面 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大力的拓展 像LNG双燃料的 甲醇双燃料的 还有电池混动的 同时我们还针对电动汽车的一个运输需求 那我们在新的传新设计方面 也是考虑了新型的PCTC的传型 从2021年1月以来 各类船型平均造价上涨了近30% 航运市场景气度的回暖是造价上涨的核心 人力成本还深 以及老旧产能淘汰则放大了涨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